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这两年公布的主要路线最初显示,Meteor Lake将于2023年下半年面试,Aero Lake将紧随其后于2024年正式上市,届时还有用于低功耗平台的Lunar Lake系列产品。 根据英特尔之前分享的材料,新一代Meteor Lake将采用Intel 4工艺和台积电外部工艺,并且首次引入Tile模块化设计,在一颗晶片中集成CPU、SoC、核显和IOE四种小晶片,并将使用Folvros封装技术。 而Aero Lake将成为首个采用Intel 20mm打造的产品,同样将采用台积电工艺,设计到N3。 N5、N63种。 按照规划,新一代Meteor Lake处理器将会是首个,基于原先7nm工艺改名后的Intel 4节点的处理器,而Intel 4又是首个采用EUV的Intel制造工艺。 根据已公开流传的讯息,Intel Meteor Lake CPU大小盒分别采用了Redwood Coal和Crestmont架构,再加上新一代Intel 4以及台积电的加持,其效能和效率有望大幅提高,至少效能功耗比的目标要达到13代Raptor Lake的1.5倍水平。 此外,由于新的TGPU或Tiled GPU架构将包含新的XeGPU内核,有不少人预测14代处理器的核显,由于配备128EU的2.0G规格,可能会达到原先96EU2倍的效能水准,还将增强对DX-XR Ultimate和XESS的支援。 不过,新一代桌机Meteor Lake将在Intel 4的基础上,结合台积电N5加N6工艺,最高仅限于6P加16E配置,而Aero Lake则将结合N3加N5加N63种工艺,高阶型号会用上桌机Intel 20mm,也就是说R部分型号可能完全采用台积电代工。 由于Intel 4将首次引入EUV曝光技术,相比Intel 7每瓦效能提升20%,首批应用产品是Meteor Lake和Granite Rapids。 后续,Intel相比起优化的Intel 3节点更加注重Intel 20mm节点,但目前离人们都还太远,无论是路线图还是爆料都存在相当大的变数。 Intel曾在去年10月份的财报会议上,确认Intel 4正在向大批量产的阶段迈进,预计将在第四季度完成Meteor Lake的流片,这是第14代酷睿处理器从设计阶段迈入早期生产的最后一步。 当然,虽然路线图看起来很美好,但Intel近来并不好过,甚至上一季度财报转营为亏。 因收入和利润快速下降,Intel此前还宣布裁员并削减整个公司的管理层薪酬, 实际上,Intel近年来的市场情况虽然牢牢占据优势,但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甚至市值已经被AMD反超过。 尽管采取了人员精减等削减成本的策略,但在PC市场疲软和AMD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依然不被投资者看好。 而且,该公司自己也预计2023年第一季度仍将保持亏损的状态。 根据Digit Times最近的报道,有行业人士透露,Intel决定将之前在台积电那里下的3nm晶片订单, 推迟至2024年第四季度。 行业人士指出,Intel近年来制造工艺和PC平台蓝图频繁修改, 产品上市延迟严重打乱了供应链的产销计划。 消息人士表示,今年全年,PC市场预计将保持疲软, 即使Intel推出主要产品可能也无法刺激需求。 因此,Intel把新一代处理器将采用台积电制造方面的合作, 推迟到2024年第四季度也说得通了。 并外,为AeroLake制造,GFX Tile,而Panford Lake和Novan Lake预计, 将分别在2025年第三季度和2026年推出。 然而,根据相关爆料人2月下旬的消息, Intel会在捉机2023第三季度中下旬, 可能是8、9月推出Raptor Lake Refresh处理器, 依然采用LGA1700插槽。 相比线版Raptor Lake主频会高个0.1至0.2G, 但核心数量不变。 因此,有许多数码爱好者都认为Intel此举表明, 下一代的Meteor Lake S系列面临挫折, 至少没办法在2023年如期推出捉机版本。 此外,有传闻称, 英特尔下一代的LGA1851插槽将支援三代产品, 如果不包含Meteor Lake S, 那么有可能是AeroLake S、AeroLake Refresh和Panford Lake。 随后,英特尔已经确认会取消Meteor Lake的捉机版本, 也就是Meteor Lake S系列处理器, 但是该捉机产品线仍然存在。 其取消的理由是无法满足捉机高效能需求, 这意味着新的Intel4工艺效能不达标, 只能用于行动端。 而用来填补MPLS系列产品需求的, 便是之前突然爆出来的Raptor Lake Refresh。 这一幕仿佛是此前14nm切换到10nm时代的剧情再次上演, 因此预计今年只有14代行动端处理器, 才会升级到Meteor Lake, 或许在打磨之后才会推出高效能捉机处理器。 除此之外,爆料人还表示, 部分被砍掉的MTLS产品将被改为MTLP型号, 也就是行动平台产品。 其中,Meteor Lake-P行动版也是采用Chiplet小芯片设计, 划分成CPU、GPU、SoC、IO4大模块。 其中,CPU部分包含最多6个P核、16个一核, 总计22核、28线程。 相比现在13代酷睿桌机、行动版都做到最多8P加16亿, 24核心32线程, 反而少了两个核心、四个线程。 GPU核显部分则统一是GTE级别, 4个XE核心、64个执行单元, 比现在的32个犯了一番。 回顾历史, 英特尔11代酷睿桌机版Rocket Lake 也上演过一次这样的倒戏牙膏, 从前代的10核心20线程退回到8核心16线程。 那次的原因也是工艺问题, 只不过不是新工艺不行, 而是14奈米工艺太老旧了。 那也是英特尔最后一代14奈米产品, 日前已经开始退市。 更早的2015年, Broadwell五代酷睿第一次已入14奈米, 也是因为新工艺实力有限, 仅用于行动平台。 当时桌机上为二的产品i75775C, i55675C, 都是直接拿行动版改了封装而来的, 和现在如出一辙。 看来, 当英特尔牙膏都挤不出来的时候, 倒吸几口牙膏也不是什么不好意思的事。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